泉州又一片新城正在快速崛起当中 这边就是泉州未来新的市中心 也是未来泉州的新城 看看整个这边的城建非常厉害 这边都是高楼林立的 这边是泉州的市政府 就在这里 这边什么有教育局 还有什么资源管理局 全部集合在一起 中心这边是一个大广场 往这边的话是 他们的这一个各大场馆 你看 这边什么科技馆图书馆 还有什么这个工人文化馆 还有什么这一个 剧场 那种大剧院 非常的厉害 是不是和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泉州 完全不一样 没错 这边就是新泉州 不得不感叹 这一个泉州的发展 真的是让人惊叹不雅 曾经你对他爱搭不理 如今他让你高攀不起 看整个这边 不是一般的这个大气 是相当的大气 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到 来往这边的人都不多 我估计很多泉州人 可能都不知道这边 可能很多泉州人 都没来过他们的这个市中心 因为他们的市中心 不是他们的那一个 意义上的那一种 地理中心和旅游中心 相结合的 他这边 旅游中心和地理中心 比较长和 但是和这个行政中心 就隔得比较开了 这边又是属于他的这个 行政中心 看这来往的泉州人都不是很多 他这边场馆都见得非常好 可惜因为住在这边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能够享受到的人比较少啊 大部分人还都是享受不到 能够享受到的是哪些人呢 就是住在这片城区的人 应该都是一些这个 原来住在这里的村民 然后拆迁的 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一些比较有钱的这种 中产阶级和新贵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这边房子比较贵啊 好多都是这个两三万一瓶的 买一套的 这个200多万 300多万 400多万 500多万 我的天哪 一般人买的起码 根本就买不起 所以住在这边呢 要么就是拆迁户 要么就是工资比较高的 收入比较多的 那不都是一个样子吗 那确实是一个样子 反正就是有钱的一批人 看看这里 这里是他们这个 泉州市的科技馆啊 哇 很霸气 看这边 整个这边的这个呈现都非常的好 这片好像是正在新建当中 实在是非常的厉害啊 不得不说 泉州这个城市的发展 真的是让人惊叹不一样 新城建设的速度 也是让人惊叹不一样 曾经的这个泉州 可能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很一般 很普通啊 但是如今的这个泉州 觉得是让很多人惊叹不一样 我的天啊 感受一下整个这边这个城建 相当的厉害啊 哇 这个才是真正啊 全州二线城市的这种实力啊 城建还是很霸气了 它这边这个新城 我感觉发展的也还不错啊 大部分的这个项目都已经建起来的 看往这边 整个这边往这边 大部分项目都已经建起来了 少部分的这个没有建起来 未来不少人我感觉 还是会在这边居住生活的 不少人都会因此这个大会议啊 不得不说 这个泉州这个新城的发展 真的是让人惊叹不一样 远超人的想象